小姐,你怎么回事? 我家里没有这个人 小姐,什么事吗? 这个好像记错了,我家里没有这个人 不要紧,我给你设定 OK,谢谢 通常每个人是叫我Helen 我的真正名字是姓范,叶青 今年67岁 我在油材做了整22年 通常这个行程是这样的 我从家里来到这边 11点就开始打开我的主尝试 他们实际送来,然后分配好一座一座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脚车 然后我就从脚车推了 来到我的工作的运动 你认为我这个工作会很轻松吗? 你想不想来体验一下呢? 好的,我们来去试一试 你试试一下我的工作 好 是啊 0 mic 这 这是 一 我 companies 我 这是 我 你认为这份工作好吗 可以吗 你玩啦 我玩啦 阿姨好快喔 阿姨有什么事情你们有拆在做的 但是其他人不知道的吗 我们放信的主藏室没有人知道 而且我们要把22座的信把它整理完先 好多喔 有没有人寄很奇怪的东西 无间有啦 我有看到那个信箱放一叶的草票在里面 然后我就要通知我的上司 然后拍照作为证据 我坚持这个22年因为他的工作自由 而且交通又是靠近我的家 所以我认为值得啦 收货是任何一些朋友啦 老人家都很鼓励我做这份工啦 我们就不会变成痴呆 会灵活一点 做了这么久 你有遇到哪些挑战还是困难吗 挑战啦 挑战是有时啦 因为我们在做信的时候 有时外面送货的人啦 他会把那个物件要放进我们的信箱 我们讲不可以啦 哦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你放进去的话 你放错的话 我们还要负责我们 几年前的时候我 踩脚着的时候刚好是下雨 我就滑倒 滑倒把我的脸受伤了 刚好有一个机名是 外地的机名是不错 他赶快回家拿那个兵给我护我的脸啦 那你身为一个女的邮差 跟其他的男的邮差相比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女的邮差是踩脚车 男的是骑鱼电弹车 因为他们通常男的去公路啊 哪里比较远的地方啦 因为我们只是组物而已啦 我们能做就尽量做啦 因为现在你去外面打工的话 是没有人要你的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还挺疗愈的 因为就是一个人沉浸在这个派发的过程 嗯 在那个小挑战的时候 很明显的我与范女士的速度有很大的落差 他很明显的就是比我快 我很担心自己出错 但是一切都很顺利 范女士过后也检查了一下 都没问题 在派发的过程中 路过的居民也跟范女士打招呼 聊了一两句 我觉得这样的画面还挺温馨的 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邮差这份工作 会不会被机器人取代呢 这样的话就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了 真的有点可惜 那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还有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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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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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